好 再来看一度坠入谷底的大明星 柯震东房组民的吸毒案 在去年轰动了中港台3D演艺圈 在潜伏半年之后 柯震东最近要复出了动作频频 接受大陆媒体的专访 他说这段期间内他很没有自信 有时候会有偶发性的忧郁症 他也认为自己过去太嚣张了 调调媒吸毒风波之后 柯震东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调 陈浅进来复出动作频频 接受大陆媒体专访时气色不错 似乎自我调试的很好 他说自己这半年来的心态上 真的改变很多 柯震东透露 其实现在他还是会没自信 甚至偶发忧郁症 不过靠着学习英文和运动 慢慢找回了自信 而昔日伙伴房组民 即将在农历年前被放出来 他也十分替他感到开心 他妈妈终于可以看到他了 因为我一直看新闻说 他妈妈写了好几百封 传不出去的信 他能跟妈妈在家里一起过年 其实是最重要的 其实柯震东吸毒 不只伤了粉丝也伤害了信任他 找他合作导演 特别是大陆下达猎击艺人封杀令 柯震东说对郭敬明十分不好意思 他主演的小时代四或猪妖忌等 他都不好意思去询问上映的相关事宜 对于重回演艺圈 他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 记者综合报道